国立中正大学行政会议中 针对国立中正大学增设调整院系所学位学成作业要点修正草案展开讨论 会后国立中正大学学生会在脸书上发布贴文 表达修法如果通过 西部会议将从程序中消失 在这一次的修法当中 原本病系是要通过系所会议通过之后再送到后续的会议 但这次的修法就是把系所会议从这个程序当中拿掉 所以就等于是说学校可以不经由系所的会议 就直接交由院的会议通过 然后就可以完成病系 另一方面中正大学法学院院长谢哲胜指出 法规调整的目的为增加学校竞争力 并且各系代表可在任务会议发表意见 这个组织调整就是为了要提高 这个整个我们法学院的竞争力 组织必须要扁平化 然后决策必须要有效率 所谓的愿务会议都有系的代表 而且在所有的这种合并时候都会让系先讨论 不会说他们好像都没办法去参与讨论的 所以绝对不会有人讲说 这个到时候就完全不用听这个系的意见 是要听没有错 但是不需要他们同意 目前法律系与财法系两方系学会皆可出席愿务会议 发言权不受到修法所限制 但法律系学会呼吁明定出席法规 才可完整保障学生权益 并不是所有系学会都能够参与用务会议 假如说要顾及学生发表意见的权利的话 那建议学校将系学会的学生代表 能够参与用务会议讨论两系合一或是什么事情 把它明确的规定在法规之中 那才能让学生权益更被完整的保障 在不间断的辩论声浪中 普通学生却困扰无法求得正确的资讯管道 至于学生会 然后系学会 甚至于我们财法系法律系教授 各方面不同的意见 其实都呈现出一个很混沌的状态 但因为我们是学生 尤其是我本身不是什么系学会 或者是学生会有接触这方面的人 所以我会觉得说 我没有任何一个事实或者是证据 我可以去厘清这件事实到底是什么东西 修正草案影响范围为全校院系所 期望在师生与校方间找出决策的平衡点 并避免资讯不对等带来的影响 中正医保记者许如萱 黄紫婷 中正大学报道